台電工程人員打開電箱 巡視設備 甚至拿出紅外線測溫器來檢測 確保溫度正常 避免設備出錯 因為六號桃園又停電 六號晚間由航空乘統包商施工 拉斷電線桿 導致桃園大園停電 共影響257戶住戶 實際回到現場 經過徹夜搶修電桿已經復原 但半個月來桃園已經停電 20次 民眾有夠無奈 桃園市副市長蘇俊斌就直指停電 是系統性問題 對此 臺電桃園營業處統計 停電外來因素六成 天災因素低於一成 設備因素佔三成 因為桃園市人口一入多 用電戶高達一百三十萬戶 也是工業用戶最多的區處 用電量非常大 用電戶高讓桃園地區 潰線量高達一千一百零九條 占全國十分之一 排名全國第二 也因為潰線分布多 導致故障率高 容易造成停電 在配電端 可能會有機械故障的情況 那其實是跟發電端 那邊是關聯 要加強配電方面的投資 桃園地區的航工程以及捷運施工 我們的線路遷移等等 這工作量非常大 那目的就是希望把桃園的事故裡面 能夠追給有效的這個目的 臺電為此啟動專案巡檢計畫 啟動跨區支援至少四十人 總經理更親自赴桃園督軍 誓言有效降低停電狀況 上井發條加速處理停電問題 才能再面對緊接著的夏天用電網季 華視新聞吳全員 洪汐與江泉 桃園報導